主料,芹菜一颗,腐竹两根,鸡丝100克,辅量,油,盐,葱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腐竹泡发备用,芹菜切丝用开水桌一下备用,熟鸡肉丝成丝,葱切成丝,备用,油热之后,放入葱和鸡丝炒香,加入腐竹,和一小勺的六月鲜酱油,加入芹菜, 翻炒一到两分钟,成品,烹饭技巧,鸡丝不用切的,用手撕的更好吃,腐竹要多泡块,芹菜一定要先捉一下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